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经文章 我是主播金飞 有这么种说法 说人的一生 其实有两次生命 一次是出生的时候 父母赐予了生命 这个我们没得选 但是出生不代表着结局 因为我们还有第二次生命 那就是成长之后 每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把控 你是努力还是懒惰 你是奋斗还是平庸 甚至说你是遵纪守法 还是违法犯罪 这才是真正决定 你一辈子人生的关键 来说今天这件事 2018年10月15号 这是辽宁省锦州监狱的 亲情会见室 一场特殊的会面 即将开始了 会面的其中一方是这位 他叫小璐 33岁 15年前他被判无期徒刑 目前正在这扶行 而会面的另一方 就太不寻常了 他叫李雪 竟然是小璐 25年都没曾见过面的亲生母亲 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亲生母亲 来看我 我说更不可能了 25年 太长了 长了连小璐自个都不敢相信 在反观李雪呢 他也一样 难以置信 但是随其难李雪就抱着小璐 嚎嚎打哭 母亲李雪的哭嚎声是四心烈黑的 能够听出他的哭声里头有见到儿子的激动和欣慰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悲伤和痛苦 没什么呢 因为李雪怎么都没想到 25年之后见到儿子的地方竟然会是监狱 实在是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另外找到的地点 确实是监狱 这个作为一个当母亲的 是喜 是悲 那段心情很复杂 确实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明明应该是久别从逢的喜悦 却同时又是一个让人心痛至极的结果 对父母来说肯定是难以承受 但是就像李雪问的那样 我们也想知道 小璐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5年前他怎么就离开了父母 而15年前他又怎么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了 从2018年往回推25年 那还是1993年 那个时候小璐正好8岁 据小璐的父亲方慧东说 就是3月11号那天 儿子小璐就上学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儿子不见了以后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他以后就找到了 在这儿呢 方慧东也说明了个情况 那就是小璐还在一岁的时候 他呢就跟李雪离婚了 之后七年呢 他小璐都是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快上小学了 他才把小璐接到自己身边 所以在方慧东看来 儿子想方设法去妈妈那 这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方慧东甚至都没急着去寻找